题目,他这讲题是真言的句话,这位卓越讲员是1999年就已经参入国际讲演会, 至今他已经有22年的福,目前他也是大霸摇中俱乐部高级英语讲演会的会员。 他也是本会的创会发起人,现任的会员副会长,所以他要真言。 不过不是他一个人因为要真言,是我们的惊喜会都要真言。 那2025到2016年担任87亿总监,为讲演会付出不小的贡献。 我们欢迎郑领平会员,请。 谢谢师姨,谢谢师姨。 会长,我们尊敬的LQ总监,还有我们前任现任后任的所有的总监们,你们消耗。 今天我想我要谈的这个话题,我相信都是在大家都希望知道的,就是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,那就是真言计划。 让我分享。 那么今天这个作业呢,就是以上一最佳结果来做这个作业。 目的,刚才我们的评论也已经说了。 那么我们讲说,什么叫商业计划呢? 商业其实有好多风格,要怎么样达到我们的同个目标,选择什么的方式来做真言。 其实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这四个方针风格,就是第一个就是迁就。 迁就是什么?迁就就是说我让你啦。 反正你是以前87一总监,你讲的一定是对啦,我就让,什么都不用听啦。 我们就这么做吧。 这是一个方法。 那么妥协呢,就是说我也有一个方法。 不过你的方法,哎呀,我让你啦。 因为你的方针,你的策略做得非常好,你的计划非常好,这叫妥协。 那么在商业的时候,有时就是一个竞争,就是说我有我的计划,你有你的计划。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争取谁赢,采用谁的计划。 这种商业的情况下,通常就不会有什么好。 就是就算有一方赢,总会有一方输的。 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 那么我们来讲,最后这个方式就是协作。 协作就是我们大家要一个团队的精神。 我们来讨论,要怎么样把这个, 这件计划做得更好。 那么大家都有可以提供意见,然后我们来妥协,来认知,说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 而且每个人都已经被说服,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案。 那么我今天就是用这个真言计划来做这个作业,就是要采取怎样? 刚才你们都听到了,真的最好的方式呢?要刷您的方式呢?就是要协作。 大家一起合作。 然后我们怎么样会要,我怎么样去说服我们的职位们? 我们要用怎么样的真言方式呢?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历史。 欣喜已经已11年了。 创会已经11年了。 曾经我们的会员,我们的会友也曾经加入,来参与我们这个11年庆。 那么我们想,为什么我们要争议? 其实我们来注意一下,其实国际讲演会在这个疫情里面损失了多少个会员?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报告,在2021年6月30号的时候,就是刚刚不久几个月前的报告, 我们损失了17.6个百分比的会员。 比去年来说,去年有36万人,今年只剩下30万人。 所以惊喜的问题不是只是惊喜的问题,其实是整个世界,整个国际上的讲演会的所出现的一个问题。 那么,所以我们办这个真言计划是一定要进行,因为没有这样的话,我们其实真的是将会混到问题。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苦才训练班呢? 就是我们就算创会的时候,我们是用苦才训练班。 就算我们在已经创会成功,我们的讲演会非常的成功的,就是活动,立会的活动都非常的顺利。 不过还是有会员会的流失,根据国际讲演会,我们每一年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会员会退出这个分会。 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直接进行,所以我非常的支持我们应该做苦才训练班。 不过我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,苦才训练班,我们的有些职位却有很多的反应。 所以我说,我们应该商议,要商议怎么样?要不要做苦才训练班?我要用什么方式?让大家了解,我们必须做苦才训练班。 那么,我们的会长,我刚才已经得到他的同意,我会长讲说,劳民伤财。 财我不说,因为现在苦才训练班,现在的立会都是在晚上,根本不怕花钱,不必花钱,除非我们去报纸打广告。 劳民的确是,我们需要总动员,我们所有的会员都要来帮助,都要请外会的人,会友来帮助。 那么我们的文教说,这样会员不是少了机会做作业吗? 那我们把所有的口才训练班,把我们立会都让学员去做呢?怎么办?我们学员怎么办?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,我最近在做新会员,做我们的惊喜会员进去调查的时候, 难道我们不管他们要什么吗?我们在这个调查里面,我们得到的这样报告,我们的会员想要这十一项的讲题,就是在做迷你讲座。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适应,就是适合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条件,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留在讲演会的目的。 那么,当然我们说,怎么办呢? 正刚才讲说,我们就要学做,谈了之后呢,我觉得,而且我们也曾经开了一个职位会议,就来这样吧。 我们来个口才训练班加迷你讲座,这就是我们的决定。 那么决定之后呢,我们就要进行,要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好。 就是口才训练班呢,我们已经列出了一个,就是我们的海报,我们这将海报将发去,经过经验立会之后,我们将会发出去的。 那么还有,我们当然要努力了,我们就是要请所有的资深的讲演,请他们来为我们做迷你讲座。 就是口才训练班加迷你讲座,除了我们会员能够,就是为我们自己现有的会员服务,我们也可以招揽多一些新会员。 所以我也请了这些会员,他们都,资深会员都愿意为我们做这些迷你讲座。 我们今天一顺发来,一顺发在我们的那天的十一,那天的十一周年的纪念,他也来回我们做迷你讲座。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,招征员的计划。 当然,我们的其中一个讲演员,他是另外一个分会,而且是跟我们,创齐了怎么办? 创齐了怎么办? 我们说,没关系,把你的会员也带进来,帮我们助阵。 所以,第一个讲座民会呢,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帮我们连办。 多好,是吗?我们也跟他们的文教谈了。 所以,我们在想,这个证员计划将是协作共赢, 互惠互利,求同存地的一个计划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,谢谢允平。 增援,计划,也是要双赢,数字吧。 好,谢谢。 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计时员做报告,会请。 第一位讲员周伟荣,7分24秒。 第二位讲员姚菲,6分59秒。 第三位讲员7分23秒。 那么全部都合格,我们是否有投票的最佳作业讲座。 因为伟荣的,没有伟荣超出,伟荣的分数本来是4到6分钟吗? 她是7分24秒。 她是7分24秒。 两位,我们还是继续投票。 美容,你要给自己机会吗? 听不到你在说什么? 没有开麦。 由大众,由观众来接听。 好了,我就把三个人的名字就放下来,所以请大家要投票。 我自己看。 我只能看。 谢谢大家。 都是投票票格。 让会员。 我可以订阅。 OK,大家投票。 今天有20位会员,所以我们应该有20个投票。 已经收到16分了。 应该不算我了。 我也不可以。 因为我扣后三位都。 扣后不可以。 OK,好。 所以就扣了两位。 现在16位,还有两位还没进来。 我就做定论了。 OK,我下来了。 好。 好,我看我们在休会之前,我们来个大合照怎样? 在大合照之前,那我可以,刚才我讲的那个真元的计划,我请大家观赏一下我的这个视频。 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,请你们帮我们发出去。 我分享一下。 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的东西。 应该。 不好意思,请大家请等一下。 谢谢。 应该还没看到。 大家。 有了吗? 有了吗? OK。 你会。 我呢不想看。 真的,那我可以。 真的。 真的。 有了吗? 我这个细节哨处理。 我ran。 有了吗? 有了吗? 我最好想看。 你会。 是你的《妖心》。 你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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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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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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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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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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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新学员来讲说 这个是一个很热闹的场面 好多学员都跟我一样都想来学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抽空过来的话 我非常欢迎 因为其实今天是第二个星期一 也就是我们所有 每个立会都是在 口才训练班也是在第二个星期一 所以今天能够出席 我相信下一次下个月 你们大家也可以来抽热闹 当然你们也要成为我们学员 我们也欢迎 你们要做双级的 三会级的 四会级的 我们都欢迎 苏爸你开心 苏爸想加入我 欢迎 好了 我要介绍的就到此一集